文石版 徐志摩突破重重障碍 终于把陆小曼取进了门 然而这时他才发现 他的麻烦事似乎才刚刚开始 一进徐家的门 陆小曼就把公婆气得离家出走 建立小家庭后 他的挥霍无度又让徐志摩焦头烂额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这究竟是陆小曼的问题 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徐志摩的两段婚姻 第八集 麻烦取进门 徐志摩要和离婚后的陆小曼结婚 对这桩婚事不满的徐申如提出一个条件 他们的婚事必须征得徐志摩前妻张又宜的同意 徐志摩被迫答应 尽管四年前遭到徐志摩的抛弃 张又宜还是大度的同意二人结婚 徐申如借张又宜阻拦婚事的目的没有达到 那么他接下来还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离婚的悬案总算是落了地 接下来就是与陆小曼结婚的事了 与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时候相比如今的法律规定又有了新变化 1925年司法部通令颁布重新修订的民国民律草案 即所谓第二次民草 其中关于结婚的条款中 虽然仍然保留了结婚须经父母允许的规定 但又增加了一条限制性条款 年龄满三十岁者不在此限 就是说年满三十岁的人结婚可以不经父母允许 徐志摩生于1897年1月 再过半年就年满三十岁 从法律上讲 到那时他就可以不经父母允许娶陆小曼为妻 对此徐志摩肯定是清楚的 但法律归法律民俗是民俗 既然陆小曼提出要明媒正确 那就必须要经父母批准才行 从徐申如这边来讲 他没有等来期盼中的拦路 只得勉强同意儿子可以娶陆小曼 之所以说是勉强就是有条件 而且不是一条是三条 第一 结婚费用自理 家庭该不负担 第二 婚礼必须由胡适作介绍人 良气和正婚 否则不予承认 第三 结婚后必须难归 安分守己过日子 这三个条件耐人寻味 第一条 其实是表明老爷子的一种态度 不支持这件事 第二条是让徐志摩找有名望的人出面 抵挡一下舆论公事 第三条才是最为重要的 他要求儿子结婚后必须难归 所谓难归就是回家乡辖室 老爷子把这条看得很重 而且立即动手给儿子在家乡盖新房 徐申如为什么坚持让儿子婚后必须回家乡呢 主要还是不放心陆小曼 在他眼里一个交际花在繁华都市不一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来 只有回到辖室才有可能安分守己的过日子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爷子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对于父亲提出的条件 徐志摩连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 他可能是想啊 只要父母同意了 就可以把陆小曼取进门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所有的障碍都清楚了 就等着结婚了 为什么还要等呢 因为民国民律草案中还有这么一条规定 女从前婚解消或撤销之日起 非遇十个月不得再婚 就是说女性离婚以后要等十个月以后才能再结婚 陆小曼与王庚是1925年11月签字离婚的 等十个月 他最早也要到1926年10月初才能结婚 8月14日农历7月7日起小节 徐志摩陆小曼在北海董事会举行订婚典礼 去了百八十人的样子 徐申如没有参加 也没有如陆家所愿双方家长见个面什么的都没有做 10月3日 十个月的大县刚过了三天 徐志摩陆小曼的结婚庆典就正式举行了 地点在北海画房斋 按照父亲的要求 徐志摩邀请了胡氏作为人 老师两起超当证婚人 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场冷清和尴尬的婚礼 尽管场面缺乏喜庆 但经历千辛忘苦换来今天的结果 徐志摩和陆小曼依然感到幸福无比 结婚以后 徐志摩又按照父亲提出的第三个条件 把陆小曼领到了海宁徐家 然而这时 麻烦事却又开始了 只过了十几天 陆小曼便和公婆闹得势不两立 把公婆气得离家出走 去寻找钱儿喜仗友宜 那么矛盾因何而起 是二老观念陈旧 对陆小曼看不上眼 还是陆小曼有什么问题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徐志摩的两段婚姻第八集 麻烦取禁门 结婚不久 徐志摩就带着陆小曼南下 准备回侠室 陆家没欠辣 也没心思给女儿办嫁种 所以南下倒也方便 小两口拧个包 坐上火车就行了 由于家里的新房尚未完工 他们便住在上海的旅馆里等着 直到十月中旬 家里传话说 新房的施工完成了 他们可以回去住了 于是 十一月十六日 这对新人便回到了霞市 对于陆小曼来说 这是新娘子过门 按照婚俗是要做轿子的 但对于做什么样的轿子 新媳妇与婆婆叫上了劲 轿子很有讲教 按照传统婚俗 姑娘出嫁 新郎要用花轿接新娘 这种轿子规格高 装饰华丽 以红色显示喜庆极力 由四个人台 还有两个人跟着轮换 一共要用六名教父 俗称大红花轿 女子再婚 只能做普通的轿子 只是扎些彩布或彩纸 有两个教父台 俗称彩轿 陆小曼坚持要做大红花轿 而婆婆只同意让她做彩轿 陆小曼要做大红花轿 当然是想要个体面 但婆婆坚持说 按照祖上的规矩 只有第一次结婚的新媳妇 才能做大红花轿 陆小曼这是再婚 只能做彩轿 结果陆小曼只好委屈些 坐着彩轿 进了陆家的门 这事自然让她觉得很没有面子 不过总体来说 陆小曼刚进徐家的那几天 气氛热闹而喜庆 让徐志摩感到很高兴 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小曼简直是重做新娘 比在北京做的花样多得多 单说磕头就不下百外 新房里那闹更不用提 徐申如为儿子建的新房 是一座二层阳楼 外观美观气派 内部装饰滑美 有冷热水管 电灯 浴室 这样的豪华新派住宅 在当年的霞石镇找不到第二处 徐志摩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 老两口住在二楼西厢房 阿欢已经随着张又怡去了北京 整座二层楼里除了佣人 只有一家四口 显得宽敞而舒适 为了盖这座楼 老爷子花了大本钱 连铺在地面上的印花砖 也是从德国进口的 楼盖好以后 徐申如手头的资金都有些周转不开了 看来老爷子是真心希望儿子儿媳 能在家里安分守己的过日子 接下来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霞石度过了一段平静生活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仍然多多 主要就出在陆小曼与公婆的关系上 徐家是当地的大户规矩多 张又怡刚过门的时候 对公婆毕恭毕敬 做事谨小慎微 又勤快又懂规矩 公婆很满意 如今换了陆小曼 完全是另一码事 陆小曼是家中独女 从小娇生惯养 既不会做家务 也不受舒服 他嫁给王庚以后 仍然像是在娘家 一副娇小姐的样子 如今嫁入徐家 还是原来那样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怎么舒服怎么来 他不管家务 就是一个玩心 见了公婆不行礼 更不要说端茶送水了 公婆本来就不喜欢陆小曼 如今看到她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 就更不高兴了 特别是 她还经常当着老两口的面 向丈夫撒娇 更让老两口感到难看 比如有一次 小两口与老两口一同吃饭 陆小曼的一碗饭吃了一半 有点凉了 不想吃了 就焦啼啼的说 志摩 替我把饭吃了吧 徐志摩真的就把那半碗剩饭吃了 徐母看在眼里心疼儿子 对儿媳很生气 又有一次 陆小曼吃完饭觉得累了 就撒着娇对丈夫说 抱我上楼 徐志摩当着父母亲的面镜 真的抱着妻子上了楼 新婚夫妻这样做 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在大户人家 当着父母亲的面 小两口公开秀恩爱 成何体统 两代人就这样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天 老两口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便去了北京 与张又姨母子住在一起 此前老两口已经认张又姨为义女 他们住在北京 祖孙三代倒也其乐融融 老两口的北上让徐志摩与陆小曼出境尴尬 但也没有办法 他们继续住在瑕石 继续过平静矮板的生活 但不久 北伐军打到浙江 战火逼近了瑕石 徐志摩不得不带着妻子到上海躲避战火 徐志摩夫妇是以躲避战乱为由离开瑕石的 但战乱毕竟是短暂的 战乱过后他们也没有再搬回去住 老爷子为他们盖的新房 他们只住了二十几天 老爷子作为同意他们结婚的第三个条件 也只管了这么短暂的一段时间 客观的说 徐申如让儿子儿媳长期住在瑕石也不现实 即使没有发生战乱 徐志摩夫妇也不可能长期在瑕石住下去 徐志摩是大师人 大学者 不可能长期住在瑕石这种小地方 让徐志摩到外面工作 把陆小曼一个人留在瑕石 陆小曼不答应徐志摩也不会那么办 再说 陆小曼的父母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老两口无依无靠 陆小曼住在瑕石 他们怎么办 总不可能也让他们到瑕石来住吧 所以他们走出去是迟早的事 但这么快就走出去 确实有偶然性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徐申如曾经主持分割的家庭财产 按照那套方案 徐志摩可以分到家庭财产的三分之一 徐申如是海宁首富三分之一 也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 那么徐志摩得到这笔家产了吗 看来是没有得到 据说在瑕石的时候 徐申如曾说过让陆小曼帮着料理家务的话 但陆小曼不会做也不想做 老爷子只好另想办法 后来张又宜以异女的身份帮着老爷子管理家产 徐志摩夫妇与家庭经济就脱了钩 再后来 可能是老爷子觉得儿子没有遵守承诺 搬离了瑕石 就再也没有提给他们家产的话 那三分之一家产也就没给 徐志摩与陆小曼到上海组成了小家庭 没有了两代人相处的烦心事 两个人度过一段温馨的生活 然而没多久 他们的小家庭却又出现了问题 在上海这个大度会里 陆小曼很快就开始了一种奢华生活 他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 让徐志摩焦头烂额 那么陆小曼为什么这样 这是他的性格和习惯使然 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徐志摩的两段婚姻第八集 麻烦许进门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有过两段饱受非议的婚姻 他抛弃怀孕的妻子 拆散朋友家庭 是风流国情 还是对传统婚姻理智的脚炸 他与老师唇枪使剑 他与父母日渐疏远 在付出巨大代价后 他得到了理想的爱情 却为何难以收获幸福的婚姻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徐志摩的两段婚姻 徐志摩夫妇刚搬到上海的时候 条件有些艰苦 后来随着徐志摩在上海 站住的脚跟生活条件逐渐改善 从1927年下半年起 江浙沪地区的局势渐趋平稳 北方战乱频频 许多原来生活在北方的文化人 逐渐汇聚到沪宁航等南方城市 徐志摩在文化界的朋友 陆续都来到上海 徐志摩又开始在上海搞创作 办刊物 还和朋友们一起办了个新月书店 后来张又宜也来到上海 徐志摩还帮他办了件云厂服装公司 徐志摩是股东 他还说服周围的不少朋友投资 张又宜出任公司经理 主持公司的经营与管理 陆小曼和唐英则做公司的时装模特 他们原本是一北一南的交际界领袖 如今同时为一家公司打品牌 云厂公司亦是名声大振 成为上海时装界的一颗闪亮星星 张又宜带着儿子阿欢来到上海 徐申如夫妇回霞时 住了段时间以后也来到上海 张又宜那个时候已经成为银行高管 还有自己的公司 经济上富裕了 便为老两口在上海建了出房子 张又宜的家与老两口住的地方很近 离徐志摩夫妇的家也不远 但老两口与儿子之间很少相互走动 徐志摩倒是断不了抽空去看看老人孩子 陆小曼只去过一两次 老两口都不愿意打理他 他也就不愿意再去 徐志摩夫妇在上海安顿下来以后 陆小曼把自己的父母也接了过来 那个家庭也就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是陆家 徐申如夫妇从未去过陆家 阿欢也没有去过 此时阿欢已经快十岁了 经常跟着母亲到公司玩 见过徐志摩也见过陆小曼 有一次徐志摩问张又宜 孩子应该怎样称呼陆小曼 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反映了陆小曼在孩子心中的地位 张又宜说 你觉得什么合适就让他叫什么吧 徐志摩问叫继母怎么样 张又宜不屑的看他一眼说 随便 徐志摩就试着让孩子叫陆小曼寂母 孩子就跟没听见似的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叫 徐志摩只得作罢 到此为止 对于徐志摩与陆小曼来说 不如意的事情虽然不少 但生活毕竟步入了正轨 但不久陆家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把徐志摩搞得是焦头烂额 陆家的问题首先出在经济上 钱不够花 徐志摩既能挣稿费 又可以到大学讲课 公司入股能分红 书店也有盈利 几个方面加起来 每月至少有500块钱的收入 这个收入是很可观的 几乎相当于两个大学教授的公司 但没想到这么多钱 到了陆小曼手里还是不够花 家庭经济困难重重 陆小曼真的很能花钱 当时郁达夫与徐志摩相距不远 郁达夫夫妇经常去陆家串门 据郁达夫的妻子王应霞回忆说 陆小曼在四名村租了一幢上等的房屋 每月租金100元左右 相当于自己家里大半个月的开支 他又说陆小曼派头不小 出入有私人汽车 他家里佣人众多 有司机 有厨师 有男仆 还有几个贴身丫头 他们年轻俊俏 衣着入室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主人家的小姐呢 陆小曼挥霍无度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顾家中需要不需要 不问价格贵不贵 有一次竟买了五双上等的女士皮鞋 陆家的摆设也很奢华 家具全部是红木的 陈设也极为精致 有古丸 有花卉 有罗汉松 还有文芳四宝之类 这个地方虽然称为陆家 但挣钱的只有徐志摩一个人 他虽然挣钱多 但支撑这么样的一个家庭还是很吃力 只能多做工 多挣钱 在家的时间也就少了 但陆小曼需要有人陪着玩 丈夫天天往外跑 让他很不满意 于是 他们之间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经济紧张 徐志摩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外出挣钱 但他在外面的时间多了 陪着妻子的时间少了 妻子就更加不满 妻子就更是天天泡在娱乐场所 以至于昼夜颠倒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 夜幕降临的时候出去跳舞 看戏 吃大餐 还要去赌场 玩到第二天清晨才回来睡觉 这样的生活自然花钱更多 不仅把徐志摩辛苦挣的钱挥霍一空 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小家庭面临的困境让徐志摩十分苦恼 对陆小曼与父母的矛盾 徐志摩还多少有些心理准备 而那时问题也并不全在陆小曼身上 但陆小曼这时的所作所为 却让徐志摩猝不及防 让他感到惊讶陌生和难以适应 于是由恋人成为夫妻之后 他们的矛盾也开始了 那么陆小曼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于陆小曼的花钱无度 与徐志摩的经济困难 长期以来流行了一个说法 说陆小曼是大家闺秀 娶这样的妻子自然要有钱 言外之意就是说 徐志摩是没有金刚钻 却懒瓷气活 没有万贯家产 却非要娶大家闺秀 这种说法乍听没有道理 细想更没有道理 首先说花钱无度 与大家闺秀没有必然联系 当年的大户人家 大多家教严谨 孩子从小要受到修身齐家 等各方面的严格教育训练 女孩子还要学习女红与厨艺 像陆小曼这样 从小娇生惯养 游着性子长 只能说明 她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在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几个女性中间 除了陆小曼 其他有张又怡 林徽音 那都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他们都没有大手花钱的毛病 可见花钱大手大脚 并非大家奉范 陆小曼花钱如流水 与他婚前的另一重身份有关系 那就是交际名花 身为交际界的名人 容易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 但这种毛病 也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条件 才会发作 没听说陆小曼婚前有花钱如水的毛病 因为当时的家境不允许 他父亲陆定 每月工资200多块钱 只相当于徐志摩如今收入的一半 而且钱在他母亲手里 他没有条件挥霍 他嫁给王庚以后也没有这种毛病 因为王庚后来收入虽然比陆定多 但钱没有交给陆小曼支配 如今不同了 徐志摩收入多 又把钱全部交给他随便花了 这便出现了花钱无度的问题 在这方面 徐志摩也有责任 他不应当把钱交给妻子 就不管不顾了 因为陆小曼不会持家 又贪图享乐 缺乏自治力 让他由着性子花钱 就是有座金山也支撑不住 那徐志摩为什么会事事迁就陆小曼 由着他的性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这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爱 因为爱他 所以想尽量满足 二是觉得陆小曼受了委屈 因为陆小曼是再婚 加上行为做派让老人不高兴 自己的父母对陆小曼冷淡 徐志摩觉得有所亏欠 所以想尽量弥补 那时徐志摩受着加班气 两头亏欠 两头不老 在父母亲这边 他觉得有父养育之恩很惭愧 在妻子这边 他觉得没有给妻子争来地位 也很惭愧 父母那边就那样了 妻子这边无论如何也要供养好 所以他想尽可能的多挣钱 让妻子花得随心 但妻子却越来越不满意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 又将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的矛盾 向社会曝了光 更加深了他们的家庭危机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小家庭里 另一个男人开始频繁出入 他不但常伴陆小曼左右 让徐志摩成了家里的配角 还把大美人陆小曼变成了大烟鬼 随着他的出现 徐志摩的家彻底变了模样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能耐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深陷泥潭